自以无蕾和说这些说东说西里 真的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闭嘴了 不用再说这些东西了 现在只要出现国族的消息 那就少不了冷嘲热讽 我就特别好奇这些人都是自虐狂吗 天天关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为什么他们逢国族必喷 我总结一下大概是源于两点 一个就是国族以往糟糕的战绩 可能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这些人有个奇怪的执念 就是14亿人应该能挑出 11个踢球好的人吧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那为什么印度有13亿人口 但是足球全球排名都快100开外了 打个比方吧 就好比给你10吨酒糟 你怎么也做不出一盘美味呀 不知道这些球马们 还记不记得中国的职业联赛 开始于1994年 但是在欧洲有很多球队 19世纪就已经诞生了 这能比吗 再说身体对抗和爆发力上 你也不得不承认欧美人 具有先天的优势 当然最最重要的 还是足球基础和足球环境 放眼中国足球 这些每一样拿出来 都有致命缺陷 不夸张地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这就让我想起那些 天天黑无垒的人 他们这是变着发的黑无垒呀 只是一个赛季状态不佳 就把无垒点得一文不值 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应该都没有看过一场 西班牙人的比赛 全凭足球自媒体的胡说八道 盼星星盼月亮 天天伴着他狼狈回国 这都什么病态心理 所以立铁骂得对 你们可以闭嘴了 非得看着唯一一个 在五大连在地球的 中国球员回国 你们才开心呢 哪一个球员 职业生涯是一帆风顺的 谁没有一个状态的起伏呢 第二点 可能很多人认为 中国的一些 足球运动员赚的钱太多了 就像那些 天天抱夜娱乐圈的人 赚钱赚太多的人一样 你们看到的 只是国内那几个 顶尖球员 一年几百万上千万的年薪 你们没看到的是 大部分职业球员的收入 其实并没有 你们想象的那么高 而且最主要的是 足球运动是绝对的 吃青春饭 三十五以上 基本就是退休年纪 再加上市场 决定了球员的价值 俱乐部 想给球员开多少钱 那是人家老板的事 跟你没有关系 这都是双向选择 还是那句老话 足球是圆的 是不断向前滚动的 历史也是 什么才是真正的球迷 那就是真的喜欢足球运动本身 而不是给自己找一个 吐槽的借口 找一个出气筒 真正的球迷 是会对球队不离不弃 做球队最坚强的好端 输了 一起扛 赢了 一起狂 所以有时候 真的很羡慕国外的那些 百年历史的小球会 虽然人家战绩糟糕了 可能是几十年都混迹于 第三第四级别联赛 输掉比赛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但人家的铁杆穷迷都是一家几代人 他们天天会嘲讽自己的主队吗 难道这世界上只有豪门俱乐部和足球强国 才值得拥有欢呼和掌声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希望那些平时不怎么看球 但是国足一出现 就立马目脑喷的球忙 停止自己的愚蠢行为 国足真的是一面照妖镜 会让你们全都现行 最后必须要祝福国足 四十强菜顺利晋级 我觉得国足一定能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一起为他们加油吧 感谢观看